我们需要看到他放了他的锅子 那我们就来 然后拿起来 大家好 这里是16根羽毛 我们知道 在与球比赛里 会有很多突发情况 例如拍子掉了 但你见过拍子掉在地上 还能得分的吗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球拍掉在地上 确立挽狂澜的六大现场 真的神了 有李子佳 盖德 林丹 还有一位女运动员 拍子为什么会掉 为什么掉了拍子还能赢球 看完视频 你就一清二楚了 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这样 以后关于戴资影及羽球的精彩内容 你就不会错过了 第一球 黄亚球 撞拍 对手这个球刚好掉在两人中间 形成了抢球撞拍 之后 对手掉了一拍直线 郑思维接 要是杀斜线或者掉斜线 黄亚球很可能接不到 郑思维回了个很高的挑球 给黄亚球回味争取到了时间 接下来 见证混双一截往前功力的时候到了 一拍接杀 一拍强往 再反手拨鞋线 再正手铺鞋线 漂亮的赢了这一分 第二球 苏卡木曰 杀球 杀球使手滑 拍子甩出去了 我们看在掉拍这三秒里发生了什么 苏卡杀球 对手挑斜线 队友也很聪明地回了个高球 两个 起球 给苏卡目约争取了时间 对面杀球回来的时候 苏卡已经捡到球拍 漂亮地回个直线 化解了危机 最终对手凭抽下网丢分 第三球 林丹 于悦 陶菲克杀球 林丹于悦接杀的时候 球拍掉了 林丹接杀党往前 陶菲克是跑斜线上来的 然后一拍挑斜线 林丹捡到拍子 反手回了一拍很到位的直线后场 陶菲克在杀 林丹在挡 这拍党往后 林丹就做好了后场突击的准备 看站姿就知道了 因为陶菲克是在后场角落杀球的 林丹料定他肯定要挑直线 直接跳杀得分 高手过招 确实精彩 第四球 李子佳 于悦 陶田杀球 李子佳于悦接杀 拍子掉了 李子佳接杀党对角往前 陶田冲上去的时候拿不到扑球的点 只是随手推了拍直线 刚好推到李子佳手里了 最终 陶田自己失误 掉直线的时候下网了 第五球 不知道谁和谁 打反手的时候 拍子掉了 这个球特别有意思 黑衣服选手是个防守型球员 从这里开始 一直在各种杰杀阶调 连于悦都出来了 这拍反手高球之后 拍子掉了 对面劈掉 他一个于悦就到了 这个回合里他只杀过这一个球 俩人这球打了59拍 最终 红衣服反手高球出界 这种防守反击流打法真的伤不起 太好体力了 第六球 盖德 腿撞到手了 盖德是接杀波对角往前 这球波得很到位 对手需要跑大斜线去救 这时候对手是劣势 对手挡网 这时候盖德已经捡到球拍 并且上网接到了这个球 并高高挑起 感觉盖德的实力比对手强不少 尤其是手法 他先是一拍挑球 让对手杀 在一拍挡网 调动对手重心的痛时 让对手跑来跑去 最后对手回球下网 这就是超红衣服的 你看看 他的手挡网就从他的手里 拿起来 再拿起来 把鞋撞到鞋撞到鞋撞到 鞋撞到鞋撞到 然后继续 然后继续 然后赢到鞋撞到 上面说了掉拍子的几个原因 一是手滑 二是愉悦 三是撞拍 当然 拍子掉了 大多数情况会被动 直接丢分 还是杀球后掉拍 李总伟的截杀太快了 还是杀球之后 可能是手撞到腿了 拍子震掉 还有中间球撞拍 没有拍子的运动员竟然下意识用手去拍 还拍过去了 还是林丹 还是愉悦 这次就来不及就了 还有王自为 杀球后拍子飞出去 直接飞到对面场的了 上面六个掉拍得分的球里 你觉得哪一个最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也期待你的点赞支持 在之前的节目里 我们说过 安赛龙 周天成 林丹太绅士了 竟然主动输球 故意给对手送分 连裁判都一连猛圈 看完视频 你就会发现 他们真的很绅士 不愧是最优秀的羽毛球运动员 让人佩服 羽毛球场上有很多突发情况 有一期我们说了 与球比赛中最罕见的一种情况 球力在网袋上面 而且是球头朝下立着 真的像抹了502胶水一样 连九金沙场的成龙都一连猛圈 疑惑的看向裁判 意思是这球要怎么算 问题来了 这种卡网球 挂网球算谁得分呢 看完视频你就知道了 我们还说了 足球场上经常有黄牌警告 今天 我们来看一下 羽毛球场上的黄牌是怎么回事 美女大哭才喝了口水 就被裁判给了黄牌 安喜迎记了一下鞋带 就被裁判给了红牌 最好笑的是安赛龙 他把能犯的龟都犯了 那除了喝水 细鞋带 吹球 人牌子 擦的 还有哪些情况 会被裁判出示黄牌呢 看完视频你就知道了 以上三个视频 没看过的朋友 可以点击屏幕上的链接观看 再提醒一下 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这样 以后关于戴姿赢以及羽球的精彩内容 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了 这是一个关于羽毛球的栏目 节目会在每周五晚上8点准时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好了 羽球快乐无限 我们下次再见